富邦漢将当家球型高国辉 二十五号动刀治疗左手腕勾撞骨骨折 下半季剩下的比赛确定爆销 无缘挑战全来打王四连霸 帮球情人透过社群媒体报平安 表示手术进行可顺利 短暂休息之后会投入附件 请球迷不要太过担心 高国辉开季只打三场 就因为左手腕的伤势下二军 原本以为伤势并不严重 没想到这一伤直到五月七号 才重返一军行列 更惨的是接下来打了十二场比赛 左手腕还是不舒服 左手小拇指肌尖还拉伤 只能黯然开刀根治 总计他本季只打了十五场比赛 和棒球前一样 碰到运动伤害口验是队友全凯伦 周日比赛被触现成杂重右手中指 到医院检查确认骨折 得休息四到六周 这对于近况不错 连续无常有安打的背牌王子 真的有点闷 无奈爱求吻的陈凯伦受伤依旧不改乐观的个性 而本季伤兵考验不断的富邦汉将 也做出了教练团的异动 一军投手教练于文兵的位置 改由郭勇志来接替 而跑累指导教练张家浩下二军 拉上的是林宗南 同时接任外野教练 另外在牛棚的部分 林振锋也拉上了一军行列 协助投手群的调整 林队蔡成功表示 教练团的异动 一方面是调整战力 一方面也希望不同教练 可以提供不一样的思维以及刺激 帮助汉将在下半球季 呈现新的气象 我来提供商场黄华君采访报导